俄罗斯超级巨头突然爆雷 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 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2023年公司股东应战净亏损约为6290亿卢布约合人民币500亿元 这是该公司20多年来最严重亏损 受此影响俄系公司股价连续重挫 当地时间5月2日3日跌幅分别达3.35%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正在酝酿一项大动作 欧盟消息人士近期透露 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的新一轮对俄制裁 将首次涉及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包括禁止俄液化天然气 在欧盟境内转运和制裁俄方三个液化天然气项目等 另外七国集团试图彻底没收俄罗斯资产一事 也传来最新进展 5月3日中新社综合外媒报道 七国集团官员私下透露 已停止讨论彻底没收俄罗斯资产问题 正在考虑替代措施 此前俄罗斯方面已多次发出警告 称若没收俄资产将采取反制措施 突然爆雷 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俄气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 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2023年公司股东应战净亏损约为6290亿卢布约合人民币500亿元 而前一年净利润为1.26万亿卢布约合人民币1107亿元 这是该公司20多年来最严重亏损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 分析师此前预计 俄气公司2023年的净利润为4470亿卢布 俄气公司报告期内的收入 从2022年的11.67万亿卢布约合人民币9243亿元 降至8.54万亿卢布约合人民币6764亿元 天然气销售收入在2023年降至3.13万亿卢布约合人民币2479亿元 受业绩巨亏影响 俄气公司股价连续重挫 当地时间5月2日3日 跌幅分别达3.35% 1.62% 值得一提的是 俄气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公司之一 其在俄罗斯经济中地位显赫 俄新闻媒体称其为俄罗斯经济的尖兵 在最辉煌时刻 俄气曾一度贡献了俄罗斯8%的工业产值 保证了25%的国家预算 控制着俄罗斯65%的天然气储量 世界20%的天然气储量 俄气公司所掌握的天然气探明储量达26万亿立方米 掌握着29.9万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开采许可证 开采的天然气占世界天然气开采量的五分之一 占俄罗斯全部开采量的90% 俄气公司在海外管道天然气方面拥有垄断地位 据路透社计算 2023年该公司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量 骤降55.6%至283亿立方米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欧洲追随美国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和天然气 实施禁运或限价措施 试图摆脱对俄能源依赖 2023年欧洲经由输气管道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比前一年减少近六成 相当于减少了2600万吨液化天然气 欧洲转而增加从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 美国对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占出口总量的七成 俄乌冲突爆发发生前 这一比例仅为三成 美国2023年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为8700万吨 已经升至世界第一位 机构预测 随着美国推进扩大天然气产能和建设出口基地 2024年以后 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量将进一步扩大 欧盟酝酿大动作 据新华社消息 近期 欧盟消息人士透露 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的新一轮对俄制裁 将首次设计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包括禁止俄液化天然气 在欧盟境内转运和制裁俄方 三个液化天然气项目的 对此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此前警告称 欧洲联盟针对俄液化天然气 发起任何制裁都将产生反噬效果 佩斯科夫指出 将俄罗斯挤出能源市场 让买家转向更昂贵市场的企图 仍在继续 按照他的说法 欧盟任何对俄新制裁都将让美国受益 因为这意味着欧洲工业将为天然气支付更多费用 MH迈徽认为 拟异的制裁可能会面临一些欧盟成员国的抵制 特别是那些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国家 然而 随着布鲁塞尔采取行动的压力越来越大 欧洲的能源格局 似乎越来越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发生重大变化 欧盟能源监管机构ACER警告 欧盟仍需要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以避免能源冲击 欧盟很难在自身能源安全与削减额气采购 以打击俄罗斯财政之间取得平衡 停止讨论 5月3日 中新社综合多家外媒报道 七国集团官员私下透露 已停止讨论彻底没收俄罗斯资产问题 正在考虑替代措施 此前 俄罗斯方面已多次发出警告 称若没收俄资产将采取反制措施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 虽然乌克兰仍在继续要求彻底没收俄罗斯资产 但七国集团官员私下透露已停止讨论这一议题 七国集团正在研究其他替代方案 据报道 目前乌克兰政府正依赖美国参议院 此前批准的610亿美元一揽子军事援助 而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向他的盟友施压 要求他们设法动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和储备 即将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被视为推动进展的关键时刻 然而对于是否没收俄罗斯被冻结资产 七国集团内部存在严重分歧 报道称 美国加拿大及英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对此表示支持 而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欧盟本身仍然高度谨慎 以美国为首的支持者称 这将带来财政上的提振 有可能使乌克兰问题转向对基辅有利的方向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警告称 从冻结资产到没收资产再到处置资产 可能会破坏西方国家想要保护的国际秩序 意大利财长詹卡洛乔尔杰蒂称 要找到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法律依据将是困难而复杂的 法国财长布鲁诺·勒梅尔则更为尖锐地指出 他认为法律基础根本不存在 据路透社报道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为了制裁俄罗斯 美国及其盟友禁止与俄罗斯央行和财政部进行经贸交易 并冻结了近一半俄央行外汇储备 其中大部分存放在欧洲 塔斯社报道称 在美国境内被冻结的俄资产大约有50亿美元 在欧洲国家则超过2000亿美元 美国政府很早就提议 没收俄罗斯的被冻结资产 然后将其转交给乌克兰 美国会不久前还授权美国总统拜登 没收被冻结在该国的俄罗斯资产 并将其转移给乌克兰 用于战争赔偿或战后重建 俄罗斯方面已多次发出警告 承诺没收俄资产将采取反制措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